我今天很高興能夠在總統府跟大家見面 代表國家感謝我們亞裔界所發起的WHO宣傳團 因為這是屬於健康人權 也屬於全球的防疫網 所以台灣的加入不僅僅是台灣人民的權利 對台灣人民的健康莫關重大 也影響全球的防疫工作 我們都很清楚 如果台灣沒有加入 或者是這次COVID-19 不是我們衛福部警覺性很高 我相信COVID-19對台灣的傷害 甚至對全世界的傷害 應該不僅僅如此而已 這個就是我們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最重要的原因 感謝大家共襄盛舉 那其實亞裔界對台灣人民健康的貢獻 也不僅僅是參與WHO的宣達工作 我們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時在全台灣各地 都在照顧民眾的口腔健康 那我也很感謝我們亞裔界的朋友 並沒有辜負人民的期待 也沒有辜負政府的支持 看看你們這麼多年來 你們不管是到校園推動口腔保健的工作 或是家庭、口腔、衛生的這個工作 甚至到偏遠地區弱勢民眾 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志工的工作 這個對全國民眾不分區域、不分族群 口腔健康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利用這個機會也向大家表示感謝 我也很肯定我們亞裔界公會全聯會 跟大家的努力 那現在健保也有幾副洗牙的服務 洗牙很重要 這個是口腔保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說每三個月一般的民眾每六個月去做一次洗牙 做一次口腔健檢 如果有問題及早診斷及早治療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民眾會更健康 所以我在競選的時候也曾經跟大家承諾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共同打造健康台灣 那你們有一個非常非常明確的目標 也是世界衛生組織的目標 就是80、20 80歲的時候 還剩20幾歲了 往這個目標來邁進 因為台灣 民主自由 受到國際社會肯定 經濟產業也不斷在進步 所以我們健康非常重要 所以每一個 這個牙醫師 臨床醫師 藥師 護理師 各個 通通都有職責 我們大家就分工合作 讓民眾更健康 讓國家更強 讓世界擁抱台灣 一起打造健康台灣的目標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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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